是描绘y等于cosx的图形 好,那我们要描绘图形呢 我们要先找几个点 好,所以呢 我们把x从零度开始 将它带进去cos 好,cos零度呢 就等于1 接着cos30度呢 是等于2分之根号3 好,那30度 45度 60度 90度 好,接下来呢 135 120 都是特别较 一直到了π 好,然后再继续呢 到270 好,180 270 360 我们把每一个点的数值 都带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来观察 整个图形呢 从1开始下降到0 再从0下降到-1 好,接着呢 在180度到270度的时候呢 从-1回升到0 再从270到360的时候呢 又再往上上升到1 好,那我们在 直角坐标系上面呢 我们把图描绘出来 好,把图描绘出来之后呢 我们用平滑的曲线 把整个图形连起来 好,所以我们连起来之后 我们会发现 从0到90度呢 是下降 而从90到180呢 再下降 180到270上升 270到360 也是上升 好,所以呢 我们如果再继续带下去的话 我们会发现说 整个图形呢 它是一样重复 这个波浪的形状 好,不但向右是这样 我们向左呢 也一样会是一样 同样的情形 好,那我们可以来观察 这整个图形 它的最大值在1 最小值在-1 所以我们知道cosx的范围呢 就是介于1到-1之间 而且每个2π 它就会呈现一个重复的状态 所以它的周期就是等于2π